大家好,欢迎来到飞飞的家。 在炎热的夏季,清凉爽口的白切鸡卷,配上不同的蘸料,同时适应不同口味的人,是夏季集会凉菜的最佳选择。 清蒸白切鸡卷,材料简单,做法容易,大人孩子都爱吃。 下面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把六块踢骨的鸡大腿洗净,用厨房纸把水吸干,放入一个盘中准备腌制。 在盘中加入一小勺黑胡椒粉,一小勺白胡椒粉,一小勺盐,三大勺料酒, 一小勺生抽,二分之一小勺十三香。 如果自己调蘸料,不加十三香和黑胡椒粉也可以,不影响效果。 搅拌均匀,至粘稠即可。 盖上保鲜膜,静置半小时以上。 待鸡腿腌腌好后,就可以开始用锡纸把鸡腿卷起来。 将锡纸上抹些油,以防粘鸡皮。 把鸡腿卷成卷,鸡皮在外,放在锡纸的一边。 从锡纸的一头开始卷,尽量卷紧点。 然后把两头拧紧。 像这样,这样一个鸡卷就做好了。 把卷好的鸡卷,摆放在蒸盘里。 全部卷好后,放在蒸锅里。 蒸25至30分钟,就好了。 带鸡卷凉了后,最好放在冰箱冷藏室,静置一晚上,这样切实不容易碎。 取出鸡卷。 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。 摆盘就可以享用了。 配上自己调的酱汁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 试试吧,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谢谢。